歡迎大家來到 今天是4月22號 星期一晚上的MIHK每周通訊 今天是復活節假期的最後一天 一年四月的假期 之前我已經通知過大家 我們這四天 星期五、十九號 一直到今天22號 我們都會暫停休業 因為我們要做一些系統的升級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今天在城業街的 移新工業大廈的Studio裏面 其實今天都相信 我都差不多倒數日子裏面 是幫助大家 用這個Studio 用這個地方去做廣播的一個時間 待會我閒一點的時間 我再跟大家說 為什麼會這樣 而我們已經領密了一個新的地方 也都在觀塘的晉業街 我們的新的Studio 現在已經是裝修完畢 在這個時刻 相信我們IT的同事 和攪貓俊 和Operator 小花、阿頭 都在密羅緊固 在駁線 如無意外 在23號星期二 我們已經在啟用新的Studio 跟大家做廣播 為什麼我們會搬辦辦公室的原因 我想大家心裡有數了 也稍後我會詳細去解釋 首先我先講講 在今天裏面 我們是不可以辜負一些觀眾的期望 很可惜 這個節目是謝理開始做起的 當然 當中裏面有很多小動作的事情發生了 我明人不作暗示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沒有辦法再跟謝理先生合作 因為我MIHK TV裡面的同事 我希望一些沒有那麼小器 光明正大 不搞背後搞那麼多事情 也不會搞個人崇拜的一個網台 其他的網台 特別是專門收拾我們一些不喜歡的東西 或者我們不要的人 那個台你可以考慮找謝理 因為謝理應該都可以去那個台裏 做陰謀論的節目 希望他在那個台裏做好些 那個台應該會考慮和謝理去聊聊天 沒什麼所謂的 即是覺得大家各有前因的莫善人 也都千萬不要妒忌朋友 或者拍檔之間的成就 因為我開拓MIHK 都見過很多的人 都是因為一些其他的指廚人做得好 鱷魚你會不會厚子薄皮 你會不會對別人好些 對我差些 因為那個心胸的問題 反而把他的能力 放在一些不等待 小家種的行為、延遲上 或者搞一些小動作 為什麼不把能力放在自己身上 做好整件事呢 這就是靜怒 我已經見過太多這些人 不說名字了 當然如果有這些 老仙大鎮巡發生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是不會再跟這些人合作 因為見過鬼怕黑 放過一隻狼狗 咬過自己的瓶袋 就不要再玩這些東西 家裡乾乾淨淨 舒舒服服就好 不要玩這些 非常走秀 維賴屎 所以沒有辦法了 也是這樣 剛剛這件事件的發生 就是以前深夜網聚的主持 Gloria 跟我說 原來是否有些事件發生 而是完全有些不失實的 一些在背後的操作 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決定了 不要再搞了 我不想有些人 在我背後搞這麼多 無謂的事情 大家 把你的能力 把你的生命 把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不要浪費時間 做這些事情 亦都誇獻為自己的好處 希望他前途次感 希望Vicca 努力做好你的節目 不要辜負觀眾對你的期望 那我講 為什麼我們會搬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真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你看到這條 說真的 一條的長廊 跟我們開頭 2015年7月搬入來的時候 那個想法亦都不同了 我們那時候很希望做一個很大的媒體 但現在呢 在香港裏面 或者是世界裏面 開始已經是愈來愈發展 很多的人都可以自己去做一個網台 做一條的頻道 而觀眾亦都不需要 是很計較的 Quality Vitual production 各方面的東西 那原本我打算是做一個 比較大型的一些的媒體 而當中裏面 可以都是百花齊放 可以租給別人去做節目 可以做一些網上的online shopping 那也是因為 可能我的財力 人力 和我的智力 不扣 那麽大的計劃 就可能是未必做得太好 那麽多年來 其實一直都在規選中 那 那麽 那麽 也都有想過 就是 以慶難生就不做 都是想著回去加拿大 那麽多的老友呢 都希望我 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做好我們的本份 做好一些好的節目 因為可以 好像MIHK的節目那樣 有養份有娛樂性的節目 已經畢竟是不多 亦都是很忠狠地說一些實話實說 那麽很多我們的觀眾呢 在開放日裏面 都跟我們說 希望我們繼續可以下去做 那麽 那麽但是我想我要計算的 那麽 那麽如果我的成本計算不算 那麽要我這樣 下一個位置 那麽可能 那麽其實你們呢 今天我們見到 我們出道的時候 已經是去那麽了 什麽今日 我們星期二做直播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用著 我們新的Studio 在服務著大家 那麽 那麽一切你們不會覺得 有任何的不同了 只不過 就是你會 在節目結尾 你就知道 所以我們有地址在那裡 如果你想我們交台費 買東西 你一樣可以照上來 是無益的 你問我當然有些不捨得 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四千呎的地方 一時之間我要離開這裏 這一個基本上是一塊木頭 一塊磚頭 每一塊玻璃 每一塊畫 每一塊產品 都是過往這麼多年裏面 我們很努力 逐步逐步建立下來 一時之間 我們撤退去一個比較穩陣 比較細小的基地 也可以長折久安多些 在現在的經濟氣候裏面 我想在三四月份 如果大家做過零售 就知道大家屌頂了老母 即是知道是一個寒冬 已經winter is coming 大家都是窮 不知窮還是怎樣都不肯洗錢 在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會了解到 如果不在成本裏面的控制 你要我做下去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事 剛才我答應了一些路友記 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我等一下在成本上的控制 當我們的成本 和我們的收入是完全達標的時候 那MHK TV就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不需要再拿更多的錢出來 起碼我可以想到一個好些方法 固定下來 而可以把我的精神力水 不是每個月去跑數 而是把我的精神 放回到節目裏面 創作多些更加好的節目 或者當我無牽無掛的時候 我可以更加揮灑自如和大家做節目 這個是我希望做得到的事 亦都給同事一個自信心 即是不用擔心 一個預告板在這裏填錢 會不會有動人 有什麼東西 這次我們搬過去 其實我們沒有動過任何的同事 只不過是我們的地方 租過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 小一點的地方 而器材、而器 只要升級不會跌下去的 但是就是把我們的地方縮窄了 我的經營的scale 就是控制在一些我現在的成本 可以控制到的範圍以外的東西 不打一些更加大規模的仗 收縮我們的成本 等時間去到一個right timing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再想一個 再走遠一點的路 但是目前為止 不能說故步自封 而是我搜索手勢波 在經濟寒冬開始來的時期 我會令到我的支出 不要繼續這樣跌錢下去 就是收回一條縫 不要跌那麼多錢 這就是上上資賊 而可以讓大家更加有一個 安心的 經常用這個字 真正正是trouble fee 不用再惹怨 怕我們會接台 有什麼頭暈生氣的問題 當然 我在這裏 首先跟大家說 我們會搬辦辦公室 將來一定會有很多的搭家 仇家 花生油 在這裏交易 又說惡魚不行 惡魚 要大哥搬小屋 這些我不會跟他計較 因為一些沒有做過生意的人 是不會明白這個道理 當你還沒仆街任家產之前 你最快找個方法 令到你自己止血 令到你自己是可以開源折留 到一個地步 是一個負責任公司的manager 不應該要做的事 我可以保證大家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裏開一個開放日 讓大家上來 上個三月份最後的開放日 就是各位網友上來 say farewell的時間 我們會搬去 進業街 街貿中心的新office 繼續營業和服務 節目結尾 我會給大家一個地址 大家知道我們在哪一個地方 一樣可以上來買東西 訂閱 沒有那麼歡迎 適當的時候 我會開一個簡單的招待會 歡迎我們的老友上來 參觀一下 看看我們一個小小的 麻雀驅小 五臟驅全的studio 會是怎樣 都成千尺 都開心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 不要以為我們真的 不適當或者怎樣 只不過有一個比較保守 打球的方法 打一個比較困難的下半場 大家如果做開生意 就會明白我所說的 放心 反而我不用擔心 那麼多跑數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節目 水準一定會提升 過去個人禮拜裏 很多節目都是幾萬 或者過萬的 一些kick view的收視 希望這一個 我會告訴大家 你們支持 我會給你最好的回報 OK 記住了 我們四月底之前 就是會 全部以半價的優惠發售 我們所有的節目的訂閱 以及我們的年費 希望大家 踴躍支持 九百九十四元 現在就可以看足 我們一年的節目 雖然這個星期五 沒有這個究極之AV 授業開吹 但是我可以很開心 告訴大家 我們決定 多加13集 當然 也不是很多人 訂閱他們的節目 但我看到每個星期 都開始 路路逐續 會有多些不同的訂閱 訂閱 林康正 和所有美老師 亦都有沈大哥 女兒 Clara 和我一起去監製的節目 我想 時間方面 可能我排得太早 如果晚上一點 可能會更加 在題材上面 會juicy 更加多些人會看到 我希望 可能在下個星期 四月二十二號 那一集 我都會講一些 新的節目時間表 給大家了解一下 都未定 大家密切留意 決定了 他們立即 完了 今天就是上星期五 就是第九集 還有 十二十三 之後 再有十三集 去推出 我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林康正 和蘇柔美老師